赫磊小组全副武装鹤枪 实弹扶小出击 冲进屏东豪宅偷天措 大赤膊的男子就是四海帮 角头郝广明 他被警方团团包围 家人还想靠近关心 不只大哥被狙题档案 小弟也同步被搜索逮捕 从床上弹起来 却也轻松被要求趴在墙上 宠物犬还在旁边猛摇尾巴 这些小弟之前到三温暖消费 借口金项链不翼而飞 被按摩阿姨侵犯 大哥郝广明帮出气 找上股东开口就要一千两黄金 七月十号台北街头发生枪响 中担的是威震集团的前董事长 吴明达 原来郝广明之前就上股东 借了两千万迟迟不还 后来还想再加码索讨八百万元 甚至教唆小弟闹事 股东找上吴明达居中协调 郝广明心声不满派枪手行凶 迅后郝广明五十万元交保 其余的成员则是六万到二十万元交保 四人纠纷衍生成街头枪击 警方一网打尽 并不容许公权力被挑战 华世新闻黄佩华 李宏杰台北报道 你好 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